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又见面了 今天已经是周五 时间过得真快 这一周事情多得不得了 对不对 周末还有法国总统大选 当然到下周可以跟各位再来谈谈 法国大选之后的欧洲会怎么样的走势 不过今天要跟各位来谈的是 量鸡肉量鸡肉量鸡肉 谁在量鸡肉对不对 当然有鸡肉的人才能量鸡肉 话说昨天 有新闻就出来了 说中国的055大型的驱逐舰 有人叫055大驱 这个就会想到喝酒 对不对 这个是大型驱逐舰 好了 那大型驱逐舰又怎么样呢 因为明天就是中国海军的建军 等于是73周年的日子 在这个节点上 似乎昨天还有消息传出 说有三艘新船下水 其中有两艘是055 反正明天到时候就会 都会清楚了 很多新闻什么活动就有了 但是昨天最精彩的是 试射了叫鹰级21 由055的船身上面 垂直筒发射 鹰级21 然后朝目标飞去 画面虽然很短 但是其中可以看得出来 055的所谓打击能力 已经提升上去了 最重要鹰级21 它是一个可以大概飞行 1000多公里 但最快速度可以到8马克 实际上就是先往上飞 大气沉之后回来 朝着目标高速冲下去 这个就是航母杀手 大家内航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对不对 外航人是看热闹 咻 对内航人是说有 对不对 那不一样 好 那现在就讲鹰级21 以这一次的试射 虽然中国官方比较非常低调低调 听说有一些国内的媒体 刊登了画面之后后来又拉掉 但重点是发射了 在这个船上发射 这个鹰级21 实际上 从那个发射的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 它叫做两段式冷发射 因为过去呢 各位看多 刚刚被集成的莫斯科号 它甲板上有很多发射架 对不对 两边各16个吧 各8个16个 对不对 气势很够 好像握了两个拳头 这样子非常有架势 那个理论上来讲叫斜射式 是传统的火箭 它就是有一个角度 射出去之后呢 当然那个你射的时候 要对的目标嘛 对不对 射它就抛物线 朝目标去了 或是不规则的朝目标去了 好 但这个鹰级21 这个055 它是叫垂直发射 这个就厉害 360度 你不管你的敌人 在你的后方 左方右方 都不怕 对不对 发射 上来之后呢 它第一个先把它推离发射桶 发射井 在甲板底下 刷出来了 最后呢 到一定高度以后呢 转向 朝的目标 点火 这叫二次点火 啪去了 这个就厉害 技术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一次的四射 其实不单单只是庆祝海军建军啊 最重要这两天各位也知道 林肯浩在东海对不对 大规模的在那边啊 跟美韩军演什么 他在亮肌肉 对不对 中国在这时候实际上 已经算非常的低调 这个中国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华人都是比较低调 对不对 像有钱人也很低调啊 那个凡尔赛不是有钱人啊 有钱人不叫凡尔赛 所以呢 这个也就讲过来啊 这个在军事上呢 中国也是低调 你就像这个马上 有这个船舰下水的事情 还有这个英级21的事情 更重要在最近啊 这个新闻慢慢慢慢出来 这个都是西方的这个媒体啊 曝光啊 中国媒体都不会讲啊 说呢 这个中国最近啊 在做一种叫做夜训 夜训 这个夜训是对象是谁呢 是歼11 歼11啊 歼11啊 嗯 机型啊 坐20个小时的啊 这个长途飞行 飞多少呢 5000公里 考验谁呢 飞机跟飞行员哦 对不对 那他是从这个机场到那个机场啊 中间加油休息一下 马上再起飞 再飞 再飞 他就要训练 训练那个飞行员啊 夜间作战 夜间飞行 夜间起降 啊 所有都是夜间的 那你地勤加油挂弹 也都是夜间的 夜间各位要知道 那个难度很大 视线不好 对不对 还有对陌生的机场 你飞行员的心理障碍 这是一个大观呢 因为很多机场啊 对飞行员来说啊 第一次降落的时候 都会有点不确定 有点坎坷 虽然你已经事前作业 你非常清楚 对不对 塔台跟你讲 从什么方向进来 几号跑道 都很清楚 风向多少 但是你总是会有点 不像自家走厨房 对不对 你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你们家厨房嘛 但是到了陌生的地方 你摸摸看 你摸不到就是摸不到 好 所以对飞行员的心理要训练 那你平常怎么办 演习训练就是让飞行员能够有这种胆识看法 能够有一些 当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怕 这就很重要了 好 那回头就要讲到 当中国正在 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训练 就是因为要应对 美国现在的一种新的战略 实际讲在大概 前两天 前两天 美国总统拜登 亲自去了一趟五角大厦 他去五角大厦干嘛 这个理论上来讲 这个算是 跟军方要有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因为在特朗普时代 2019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总统去到 这个所谓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的概念就是 美国的国防部 因为军方来讲 他们始终制成一格 美国军人一直有一个传统 他们效忠的不是总统 是国家 你们总统 是选举嘛 改朝换代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 所以呢 美国军人呢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嘛 大家都职业军人 他是一个传统的 有价值的 或者他们有自己 他们的一个原则的 所以呢 军方呢 虽然呢 这个美国的体制 总统是最高统帅 但是在一些事情上 还是有分别的啦 对不对 像那时候特朗普不是闹得很凶 那个米利说 他不走 拖也把给拖出去 你看军方的话好狠啊 他要是已经选完了 还赖皮在白宫 我们拖也把给拖出去 可是人家那时候 好歹还是总统 那将军不管这个事情 照说 好 那这次拜登去干嘛 去开会 开什么会呢 跟国防部的人讲 我们现在应对啊 这个恶乌冲突之后 我们要做一种调整 我们美军呢 要做一种调整 这个调整是有引号的啊 调整 调整什么呢 调整作战嘛 调整作战的方式 作战的布局什么 这全部啊 都要重新来了啦 你们军方要快点更上 而且这是最微妙的啊 开会就开会 国防部长 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国务卿 什么这些都是要员在旁边 说呢应对 我们现在啊 正在援助乌克兰吧 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啊 他都是美国周四吧 拜登又宣布再给8亿啊 说我下礼拜啊 去跟国会 说服他们啊 批准啊 给什么呢 给那个155流炮 跟那个炮弹啊 就给那么多钱啊 我都真的有点像 感觉是出清存货啊 因为在现代战争当中啊 这种流炮不是很好用的武器啊 但他要给他那就随他们家他们家事啊 那他就跟但是他也夸了一下军方啊在之前的这个武器援助上面到乌克兰这件事情呢表现很好表现很好 但是啊这个前面夸完后面呢做了一件事他任命了一个啊退役的美国陆军装甲部队的大概指挥官级别的啊三颗星啊叫特里沃尔夫这个这个2014年啊特里沃尔夫就退役了大概就在智库啊这些地方啊这个因为已经退休了嘛哈 那拜登啊把他找回来到国安会国安委员会里面哦做什么呢做整个未来督导援助乌克兰军事这一块 就是用民间人士来做援助工作 有人说是感觉到美国军方不要invoi进去不要不要参与 这个不是美国军方在做的事情 啊感觉是一个非军职人员在做的事情 但也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拜登对于国防部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满意会从外面找人来 国防部那么大机构 找不出一个军职人员能够胜任这一件事情 嘴巴夸你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实际很错做的不够 对不对 拜登可能要的一些东西军方一定有意见吧 对不对 军方一定有自身的考量 不会说什么yes sir 你说什么我都yes sir 对不对 那你这个军人就没有格 你要自己考量 譬如说我的部队 我的弹药够不够 我的部署 你现在通通通抽走 对我的将来整个军事上有没有影响 军方会有意见啊 对不对 所以拜登很不满意啊 再派一个人来 不要你们现在整个军中体系的 这样子你们你们因为都是什么长官部下 大家就铿锵一气嘛 把我总统架一边 我任命一个外面的特里沃尔夫来 就知道现在美国军方啊 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 一个巨大的问题 因为美国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美国军人呢就是保家卫国 大家是这个概念 虽然都在别人家打架 但是呢都是保家卫国 没错啦 因为理论上欧战太平洋战争 跟美国本土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对不对 保家卫国但在别人家打 好 打的打的呢 这个军人的概念 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我们呢 是保卫家园 不是去侵略 对不对 你如果去调查 美国军人他不是要 喜欢去侵略别人 他们都是为了要保家卫国 但是政客 政客的那种思维跟操作 跟军人不一样嘛 对不对 军人就是忠贞 爱国 没啦 对不对 没有什么邪念啊 政客要考虑得多啦 个人的声望 能不能在历史流明 选区选举能不能胜利 还有呢 这个游说压力能不能摆平 太多问题啦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美国这个 在现在的 这个拜登的这个班底当中啊 有一个国安委员会里面 有一个成员叫 Rebekah Leesner 她本身呢 蛮年轻的 她刚刚被调去 担任 担任哈里斯的 国安顾问 刚调走 她基本上是 也是鹰派的啦 那他们现在在推的一种概念 叫做军事干预 可以改变全世界大战略的方向 军事干预 因为他们这套理论啊 当时想的是这样想 因为过去呢 是大的战争 对不对 大的战争 大的战略 好 那现在呢 这个 国安委员会啊 他就成立一个叫老虎队 老虎队的概念呢 叫这个Tiger Team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把各部会的人找来 大家在思考 怎么解决 现在美国的战略 当然话说 这个美国的战略呢 实际上 我刚刚讲嘛 那个政客考虑的战略 范围是非常的多元 多多多像的 他们要考虑的很多 好 所以呢 这个老虎队啊 老虎队稍稍插一下 老虎队的来源呢 是当年在那个阿波罗 1970年呢 这个4月11号 阿波罗13号升空啊 要去月球 在升空的时候呢 氧气瓶就破了 到了月球之后呢 发现了没有氧气 马上就也不能降落到月球了 就一直绕月球 一直绕 绕到17号 绕了那几天 最后呢 这个太空人啊 因为整个指挥舱里面 没有氧气啊 他们后来又跑到登月小艇 在那边 怎么样三个人用 用那个氧气 可以用四天 当时地面上呢 NASA的指挥中心啊 就把所有的科学家 外面里面的人都找来 大家开会 怎么救这三个太空人 要救回来啊 对不对 不然阿波罗计划丢人啊 一定要怎么样 不登月可以 要把人给弄回来 好 大家就想方设法搞了半天啊 所以当时成立那个team呢 就叫做老虎队啊 tiger team 所以后来现在在所有美国的这种 不管私人公司 跨部门的政府机构里面 你只要听说你是老虎队的 哎呦代表你很厉害啊 你是专门呢 针对单一问题的专家 大家不同领域的专家聚在一起解决问题 好 美国现在这个拜登旁边啊 也搞了一群老虎队啊 来了一个老虎队啊 找了很多人 他们现在的这个老虎队啊 在讨论的问题 那不用说嘛 对不对 针对谁 针对有针对 中国 中国要针对性啊 中国 那这个 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啊 是有一点点意料之外啊 不在这个原来的剧本里面 会演变成这样啊 那 当然你回头去看啊 乌克兰会演变成这样 我的感觉啊 跟去年八月有关 去年八月的时候 拜登 撤离 阿富汗这件事情上 他能把阿富汗这个 这一块拱手送给了俄罗斯 这个在世界大哥上面 你是不能做的一件事 你要做世界大哥 你不能做这件事 全世界啊 有人类以后啊 简单的讲 就是平衡 你想在原始人时代 都有那种部落战争 到现在战争没少过 战争的作用是什么 平衡 战争之后就是平衡了嘛 平衡呢 原来是因为失衡 战争 平衡 然后又失衡 又战争 再平衡 人类就是 当然重复一直犯错 对不对 但是平衡这件事情 是不能变的 阿富汗撤军 就是一次失衡 不然不会有乌克兰事情 对不对 这个我改天再讲 但是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啊 他在思考一种叫做 军事干预 可以改变大战略的格局 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 军事干预 美国军方不一定 认同这种军事干预的概念 但是有的时候要奉命 那像这个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啊 国防部长奥斯丁啊 去白宫开会 开会回来 布置任务 什么特种部队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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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军事干预 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概念 第一 他不像一战二战 举国之力啊 那个打下去是国家新亡啊 在此一战啊 对不对 你这个国家能不能活下去 就靠这一战啊 现在这种所谓军事干预 国家不会亡啊 对不对 但是可以改变战略 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啊 如果撇开来讲 在军事的角度来说 这确实是一种 比较廉价的 速成的 可控的战争 不像古代到现在 那一打就是 那个国家新亡啊 对不对 你看古人都有说嘛 这个国家新亡批夫有责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责任啊 所以新亡 这个国家新亡的战争啊 美国人知道现在不能打 对不对 打了呢 他八成万一赢不了 那就亡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打一种叫做军事干预的战争 什么叫军事干预 就是小规模战争啊 讲的那文周周的 什么军事干预 干预什么 干预就是用军事的力量 带着枪带着炮 对进去 给了我把你们揍一顿 这叫军事干预啊 好军事干预呢 例子多了啦 你看如果你最近去看美国的军事干预 中东的 想不完你要追到中南美 亚洲 哪没有军事干预啊 就连现在 跑到中国的东海 黄海 南海 量肌肉这件事 就某种程度来讲 这是一种军事干预的姿态 先不说这是军事行动啊 不是军事干预行动 但它至少是一个形态 已经呢 打破了那种冷战 对立的那种啊 因为冷战啊 当时美术冷战 它等于算是两边的一种威慑嘛 对不对 核威慑 军舰威慑 飞机威慑 两个比哦 你有这个飞机 飞的两马赫 我飞三马赫 对不对 你军舰一万吨 我做两万吨 都这样玩了 玩到最后会怎么样 世界大战啊 所以美国这些专家就觉得 不能跟中国这样玩 因为玩到后面 中国好像这个口袋很深 美国现在有一个囧状 它的装备很多对不对 数量很多 但是维护费用也很高啊 对不对 美军现在一百多万 他跟那个六零年代 两百多万的军人 当时美术冷战 相比装备人员都比以前少 但是费用国防支出 八千多亿 如果换算成 跟过去的汇率啊 那么倒一倒 大概多了两千亿 你就知道 现在对美国来讲 这个经济上的压力 对军方是很沉重的 所以你看那个F22 还不错的飞机 对不对 停产 让给F35 F35省的点吧 陆战队海军空军 咱们就一个机型搞定 别各搞各的 当年是真的有钱 你搞你的F18 你搞你的F15 各玩各的 现在不能玩了 对不对 没有那么财大气粗 所以美国现在走上这种军事干预 用一种可控制的模型 的小区域战争 来是改变整个战略格局 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俄乌冲突 它就有一点点属于 可控的区域性战争 美国没有让它扩大 对不对 只是出嘴 一直骂 一直叫 但是这个嘴 讲归讲 手底下还在塞 塞东西 他就在观察 这个计算 整个过程 因为美国在所有的战争当中 他们是最喜欢计算 所以现在你放心 这个老虎队里面 一定有什么数学家 什么军事专家 社会学家 什么都来了 大家算 算在这个战争当中 怎么样 每一个战略 怎么打 为什么会输 为什么会赢 为什么 为什么 到找出答案来 这个绝对不是 旁边只是给武器 他在给武器的过程中 可以算出 到底俄罗斯的作战实力 有多少 所以你看 普京那天也知道人家在算他 所以昨天不是宣布吗 萨尔玛特洲际飞弹 我发射 那发射点在哪 在莫斯科的北边一点的地方 发射场 打到哪呢 打到勘察家半岛 在哪里 朝鲜半岛的北边 我告诉你 我有这实力 而且这个 萨尔玛特 当然有些西方军事专家说 哎呀 那个没有什么 那个就是呢 那个老的飞弹改一改 甚至说现在的普京 像当年的希特勒 战争末期的时候 用V-1 做垂死挣扎 有点这个 贬义他了 但你不能低估萨尔玛特 他最厉害是 他的弹头 里面放的是先锋 这种高超音速弹头 就说他从大气层回来的时候 朝目标去的时候 他打开前面的弹舱 飞出来的是15个高超音速弹头 不要合 不要合 高超音速弹头 那破坏力很厉害啊 对不对 二三十倍音速 都朝目标去 没有一个拦得到 所以有人形容 那叫美国噩梦 如果他萨尔玛特 发三颗 你15乘以3 你看多少个弹头 一个弹头打你一个城市 那种明星就垮了 士气就垮掉了 对不对 你如果一个国家 30个城市 45个城市 通通被密集 同一时间都被攻击 你真的那个 听说现在老虎队在算一件事 算了普京打到后面 万一真的来真的了 比如说 网络黑客攻击美国 所有的电力系统 银行系统 用了核弹 攻击了 这个北约的某个国家 用这个萨尔玛特 洲际飞弹 打了 某一个国家的 设备 或基地 美国下一步要怎么办 方案在写 你就知道 现今的 这个局势的发展 当然呢 恶务冲突是 所谓剧本之外 但是美国在算 算到最后 回头 他还是要解决 所谓的中国问题 但是美国始终没想到一点 当年 尼克松嘛 对不对 拉中抗俄 解决了美苏的这种冷战 但实际上今天如果 俄乌冲突 美国也愿意 拜登愿意学习他的学长 这个尼克松 跟中国说 咱们坐下来 好好的呢 谈一谈 关于啊 怎么解决 恶务冲突 各位去想想看 恶务冲突 能不能解决 能不能解决 我相信 大概80%的人都认为 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 但是美国不愿意 因为现今的局势呢 拜登呢 实际上 看起来 外交老政客 但实际上 他在整个大战略上面 早就已经 有点乱 有点乱套 所以什么军事干预的理论派 也浮上了台面 什么虽然搞一个老虎队还搞不定 还要再任命特里乌尔夫到五角大厦 协助所有的武器援助 你就知道他里面也是一堆问题啊 一堆问题 好 那再一次呢 就可以看到 世界秩序在恶务冲突之后改变了 中国的角色更加的重要 那当然中国军方也很清楚 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预 一定会加码 加大力度 而不只是 只是亮亮肌肉 应该会有行动了 所以呢 中国这边现在也在 快马加鞭啊 做好各种的训练 应对未来的挑战 好的 今天是周五啊 那再来呢 到了周末 在这里呢 也谢谢各位啊 在下方的留言 给我加油打气啊 昨天尤其特别感动 看到有一个朋友说 经纬点评都两年了 还在这里努力爬楼 还没爬到十楼 没有爬到一 就是一百楼了 还在努力爬 这个要加油怎么样 希望大家给我加油 我真的蛮感动 这两年来 大家的陪伴 两年多了 两年多 当然对于爬楼这件事情呢 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 我曾经说过 我的努力的目标呢 就像人生的地把跑道 虽然呢 在最外圈 角度什么条件不是最好 但是我不断的努力 我相信 我一定会跑到终点 对不对 而且我们不会输掉 我们会赢 对不对 今天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准时 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